新精頭大家都在忙著大神攝泰稅 不過你又知不知豬聯的十二生肖運勢是怎樣 作為車主你都想出入平安路路暢通 聽聽師傅怎樣說 2019年屬鼠的人沒有犯泰稅 所以整體運程都是中上 如果駕駛的話其實都會順暢一點 Theory還說外車之人非常適合順勢換新車 熟暑的車迷有藉口換車 多點收看果子車版選定車款吧 熟雞和熟牛的人 因為2019年有一個叫逆馬星的影響 這個意思是他們會比較忙碌 要東奔西跑 可能駕駛方面就要加倍小心 因為他們可能會忙碌之餘 會容易分心 可能駕駛會容易碰撞的情況 熟透和熟虎和熟羊的朋友 他們分別都是有一個叫合泰稅 或者匯泰稅的影響 這個是好事 意思是他們都會較為容易 有些好的事情發生 如果一直心思思想考車牌的你 師傅說記得把握今年運勢好 考車牌成功機會很高 一次Pass 節省很多 熟龍的朋友 在2019年運勢會比較平穩 在2018年因為他們有一個叫沖泰稅影響 那一年駕駛不會太容易 所以2019年穩定下來 所以駕駛方面都會比較順暢 熟蛇的朋友在2019年有一個沖泰稅影響 這個意思是駕駛是要最小心的一個新潮 他們未來會比較容易有碰撞 你們就容易心情犯粗 所以在道路上特別容易和其他人產生摩擦 要打升12分精神駕駛 如果休息不夠 身體狀態又不是那麼好的話 就盡量避免駕駛 熟馬的人2021年沒有反泰稅 所以整體運勢上都是好的 所以駕駛或是平時道路上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出現 熟猴的朋友2019年有一個形態稅影響 這個意思是會有一些是非官非 所以駕駛駛會比較容易被人抄牌 或者會有一些官司影響 熟狗的朋友2019年 運勢會比2018年好很多 不過去年犯本命太歲 富能量未完全散開 連初駕駛都要分外小心 不過正能量會逐步出現 2019年屬豬的朋友 受著這個反本命太歲的影響 這個意思是整體運勢會比較差 會不穩定 你們就要有心理準備 特別多麻煩事出現 好像車會無端端壞了 又或者容易被人抄牌 所以凡事要謹慎一些 確保安全 那運勢一般的朋友又怎麼辦 算好 Theory說屬豬的朋友 可以考慮放一些天敵 即是老虎公仔在車廂 屬蛇的朋友 就可以在車廂裡放一些猴子公仔 屬猴的朋友 就可以考慮放一些蛇公仔 這樣就有化解犯太歲的影響 幫忙吹吉避空 趕走客氣 2019年屬豬漢年 屬豬比較重 但當中有些水和木 但我們看看 例如有某些顏色的車 會比較容易出問題 藍色和黑色代表屬水的東西 因為屬豬很重 而屬豬是黑水的 所以我們會說屬水的東西 都是要留意一下 不單止藍色和黑色車的車主要小心 就連和水有關的公司車都要留意 例如運送飲品的車 和水務署的車 都比較容易出問題 還有還有 Firi 補充 接下來一年特別多水載 關於水的不快事情特別多 所以路面濕滑或者下雨天的時候 各位車主真的要千萬加倍小心開車 譬如有什麼方法可以提升自己的運勢呢 就是在車內放多些黃色的布置 因為黃色其實都算是最正常的顏色 看起來又比較開心一點的顏色 這個可以提升整體車的氣場 白色銀色和金色都是屬金的顏色 所以未來2019年土重 意思是土生金 所以代表這些顏色會比較黃 所以運程上都會比較好 如果車是藍色和黑色 不妨轉一轉這幾隻顏色 現在貼車幕很方便 現在是知道自己的新肖 放什麼吹吉鼻胸 嫌老套不想放這麼正經的公仔 師傅就說放些卡通公仔 有那個形態的 都一樣得家 十萬元 三十個分 動腦Q 新春Kill多寶 下午3點3特別加場 還有他們輪流同禮拜年 年三十至年初三 書年動腦Kill多點錢